在老挝经常有给大家拍老挝的农村 拍他们的建筑 然后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我也是坐在这里无聊的 刚刚才发现了 是不是每家每户的地好像都挺宽敞 而且每家每户都是有种一些杂七杂八的树 我就在想 如果说他们把这些空地都用来种果树 那是不是会多一份收益 种这些乱七八糟的树 没什么经济价值 如果说种一点水果 就算是自己吃不完 也能卖一点钱 我觉得这个想法还是不错的 不知道是不是老挝人也没想到 很多人都是没有把这个房前屋后的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都是种一些乱七八糟的 那可能有些朋友会想 那你种果树的话会不会被偷呢 其实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 家家户户都种果树 你有我有 大家全都有 那就没有人去偷了 那样的话 人家来老挝旅游也好什么也好 到处可以买到水果 大家也是多一份收益 我这个想法是不是很给力 坐在那里等车没事干 就下桌 想一想 我觉得这个蛮有创意的 因为这边的这些农村 还有一些乡镇 其实他们繁殖的这个闲置土地还是蛮多的 你看家家户户基本上 看的都是有一片空地 都是长着乱七八糟的树 那如果说这些全部种成果树 应该是不错 确实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推广一下 可以让老挝脱贫自负 大家觉得我这样的想法怎么样 如果说老挝要是接受这样的这种想法 然后去推广的话 会不会对他们的经济发展 有点帮助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发言 好 那感谢大家的观看 这一期的话就分享这么多 下期再见 拜拜